第四十九章 魁为千年的裁决 而另一位姓甜的魔宗长老做过的事情 甚至能让那位姓酸的长老恶心的不停呕吐 宁缺沉默听着少女的讲述 没有呕吐 因为他这辈子见过更可怕的地狱画面 联想起北山道口吕老先生对那名魔宗余孽的态度 他对于名门正派修行者与魔宗的态度 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然而自身的态度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他也不会试图去说服墨珊珊 或是别的谨守浩天教义的人们 因为信仰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他只能尝试从别的方面化解他的警惕 这些年来魔宗人才凋零 甚至已经销声匿迹 何必还如此警惕 墨珊珊静静地看着他 销声匿迹不代表不存在 甚至隐藏进暗处的魔宗更加可怕 尤其是眼下荒人部落南迁 神殿当然要警惕魔宗余孽死灰妇人 宁却回头看着雪地里那处孤零零的帐篷 想着帐篷里那对荒人母子摇头说道 虽说魔宗产生于荒人部落 但你总不能把所有荒人都当成魔宗中人 而且一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说不定荒人早就忘了当年的事情 在荒人部落里 魔宗被称为明宗 当年唐国击败荒人部落 荒人被迫被牵扯寒域 明宗里很多强者留在了南方 散入草原和中原诸国 他们在暗处在明处始终没有停止对神殿的攻击 这就是魔宗的由来 听到明宗二字 宁却很自然地想起那位入荒原传道 结果一手创立魔宗的光明大神官 以及那卷流落在荒原上的天书名字卷 莫姗姗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 魔宗的强者隔上一段时间 便会不自艰辛前往极北韩域 去荒人部落挑选传人弟子 荒人与魔宗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怎样都自扯不开 如今荒人集体难迁 神殿如何能不警惕 那为什么魔宗要这么做 如果要在世间发展势力 难道不应该广收弟子 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去收荒人做徒弟 魔宗当然也会在南方发展宗门 但他们的修行法门强行纳天地于体内 如此邪恶叛逆自然不容于天 普通人类修行极容易天地元气暴体而亡 而荒人先天体质特殊强弱今时 正适合修行魔宗功法 所以魔宗一定会选择在荒人部落中挑选弟子 而魔宗真正的强者 也必然出自荒人部落 宁缺沉默片刻 心想或许不是荒人的特殊体质适合修行魔宗功法 而是当年那位开创魔宗的光明大神官 正是因为荒人的体质才创造了这样一种修行法门 你应该知道 创立魔宗的那位光明大神官 莫姗姗点点头 如果不去计较魔宗修行法门对浩天的不敬 你难道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魔宗完全就是浩天到门的一个分支啊 莫姗姗微微醋眉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魔宗虽然自好光明但却敬奉明君 似这样不敬浩天的邪恶魔道 哪里能和浩天到门相提并论 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传说宁缺微微一正 问道 明君 那不是传说中的吗 莫姗姗回头望向远处的原野轻声说道 所有人小时候都听过这个传说 但没有人知道明界在哪里有没有明君 更不会有人去信仰他 即便是魔宗的态度也很诡异 他们信奉明君 但另一方面 魔宗中人却又极为恐惧明君临世 因为在他们的教义中 明君临世便意味着黑暗到来 他们不喜欢黑暗 宁缺听着她的讲述 想着那些在黑暗山洞里供奉膜拜明君 却又恨不得永远不与明君见面的魔宗众人 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道 真是一群矛盾而怪异的人啊 满天繁星占据夜穷 星光落在原野附着的白雪上 将夜晚要得近似黎明 雪后的空气又极纯净 所以视线毫无阻碍 远远可以看到雪原中部的那些帐篷 那里是荒人部落的聚集地 安静美丽的如同童话里的雪香 宁缺静静地看着那处 很难把荒人的部落和那些阴暗的传说 久远的过去血腥的历史联系起来 就在这时候 从南面飘来一大片黑压压的阴云 占据了头顶的所有天空 满天的星光被遮在其后 无法露下一丝 整个世界都黑了下来 漆黑一片的雪原上靠近山林的地方 有几处孤零零的帐篷 这些帐篷里都住着像那对母子一样 进行冬礼的荒人 其中一处帐篷外的雪地间 有几处凸出来的岩石 忽然间岩石动了动 原来竟是三名穿着黑衣的人 这种黑色衣衫的材质极厚极硬 身后的棚帽遮住了他们的头脸 所以当他们无声无息出现在雪地上时 就像是岩石一样 三个如岩石一般的黑衣男子 是来自神殿裁决司的执事 或者说执法者 是世间异应魔宗余孽和背叛教徒心中的勾魂使者 当中原诸国还在筹划明年春天的进攻时 神殿裁决司早已派出大量实力恐怖的执事 悄悄潜入荒原深处 神殿对荒人的态度很简单 就和宁缺对敌人的态度一模一样 死了的荒人才是好的荒人 所有的荒人都该死 但这些裁决司执事有重要任务在身 没有实力去挑战 也不想激怒那些拥有无数强大战士的荒人部落 然而今夜 遇到这些落单的荒人 他们实在是难以压抑心中对黑暗的厌恶 仿佛闻到了世间最腥臭的味道 仿佛夜里寻行的山猫看到了正在钻洞的老鼠 纵使面无表情沉默如言 内心却已经兴奋的剧烈颤抖 难以自抑 因为他们自幼所受的教育 数十年生活的环境 已经让他们产生了某些近乎于本能的精神反应 对异端的残酷追杀 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快感来源 于是 当这三名像黑色岩石般的财爵司 直视走进那个孤零零的帐篷时 根本没有考虑激怒荒人部落会有怎样的结果 会不会对神殿的使命造成危害 他们只想杀死腥臭味道的来源 残忍地杀死这些大老鼠 自我安慰着想着 荒原的人数极少 只要能多杀一个 对于光明的事业也是极大的贡献 即到轻微的声音响起 出其不意的袭击 让他们成功地制服了那名荒人战士 同时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附了起来 一名直视缓缓地摘下黑色的帽子 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名荒人战士 缓缓伸手放到此人的头顶上 虔诚地说道 于浩天的名义 施以裁决 一道忌惮 却极为纯正 没有任何杂色的光明 从这名财爵司直视手掌下亮起 这种光线仿佛能够穿透实物 把他手掌里的骨节照耀得清清楚楚 同时照亮了那名荒人男子 有黑的脸庞 以及荒人男子眼中的愤怒 不甘深情 荒人男子的妻儿在旁边的地面上已经死去 眼中躺着血色的泪水 下一刻 荒人男子在浩天神灰之下痛苦地死去 三名神殿裁决司直视 缓慢掀起身后的帽子遮住面容 沉默地走出了帐篷 荒原上 黑云遮兴 又有风雪刮起 吹打着他们沉重的黑色直视袍 啪啪作响 黑帽阴影内 三名直视苍白的脸庞上浮出诡异的红色 他们用了很长时间 才缓住因为兴奋而沉重起来的呼吸 然后向远方走去 隔着漫漫幽远的历史时光 浩天神道的直视们 终于再一次看到了他们宿命中的敌人 并且向着对方发出了睽違千年的攻击 今天 这个风雪夜里发生的事情 本来有资格被记录在浩天教典 或者中原诸国的史书之上 只是因为随后发生的事情 很遗憾的 被风雪埋葬 无人知晓 宁却和墨珊珊几乎同时醒了过来 他们睡的帐篷的角落里有些湿冷 但让他们惊醒过来的原因不是湿冷难眠 而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有人正在靠近帐篷 而且来的人很强大 我感受到了浩天神会的气息 应该是神殿的人 宁却看了一眼 还在沉睡中的荒人母子 粗眉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 墨珊珊看着她的眼睛 显得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 什么怎么办 宁却摊开手 如果打起来 帮谁啊 墨珊珊眉头微皱 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 身为浩天的信徒 理所当然应该站在神殿一方 这难道这难道还需要思考吗 宁却笑了笑提醒道 你可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可是和荒人同吃同住 如果来的人是神殿裁决司的那些冰雕直视怪物 肯定会认为我们是叛徒 可以解释 我们是为了打探敌情 我不相信他们会相信这个解释 帐连掀起 寒风刮着雪花巷里面直观 三道如同岩石一般的黑色身影 在帐内小火堆的照应下 显得沉默而肃然强大 三道如同岩石一般